遭通气一躲就是19年来 看到的是在高雄有名王姓女子 20年前因为毒挺案 遭到判刑8年6个月 因为不愿服刑 由爸爸协助逃亡 用看护的名字帮忙申办 假的身份证还有护照 让女儿冒名过活 躲了将近19年 还成功地出国39次 原本以为说 这个案子的时效已过 通气被撤销 想要用新的身份来生活 反倒是漏了线 如今遭到高雄分院一审 改判处1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 而事件跟着曝光 犹如女版的电影《神鬼交锋》 机场内人来人往 出路人流复杂 谁是谁身份都得一一检查 不过如今却传出 有女子莫名出国 时间长达将近19年 犹如女版电影《神鬼交锋》 原来是高雄一名王姓女子 21年前因为毒品案 遭判刑8年6个月 没想到她不愿服刑 爸爸爱女心切 竟然让年龄身形 看起来差不多的 杨姓看护用她的名字 贴上女儿的照片 帮忙申办身份证 再去申请护照 成功骗过承办人员 期间出国高达39次 而直到3年前 王姓女子以为案子时效已过 通緝被撤搜 跑到护镇要更名 享用性身份生活 却因为资料照片对比有益 不法事件 这才曝了光 而高雄地方法院 原先已违反 入出国移民法 护照条例判刑3年 在25号高分院 却另有宣判 赤销改判之后 应执行有期徒刑 一年六个月 而且是可以 一颗法基的 为何改判 原来高分院认为 王姓女子没有逃亡动机 再加上身体出现状况 每次出镜的天数 一天或数天不等 期间都非常的短暂 看起来她并没有 要借着 有假护照的这种情形 而去逃亡 背后目前 立患的肺腺来 持续治疗的必要 王姓女子的证讯时 曾说这一切都是 父亲一手策划 自己只是配合 每一生都自己配合 就是十几年 有如神鬼交锋 台版电影真实上映 记得高爽做不得